其实赤料在我们的塑胶产业里面 在成本上面扮演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 在过去的使用回收料的一个经验观念里面 那常常看到的是说 企业尽量使用回收料到一个比例 那就可以大大的降低它的成本 可是赤料或者叫回收料的管理不当 往往会影响到非常多的一个生产的过程 例如说当我们在添加的赤料 它的品质不如预期 往往它会造成我们在调机生产 准备时间的拉长 从原本我可能只要 这样我调机一小时长 可能开始延长到半天 甚至一天两天都还没调好 这个都所在多有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为什么以前一天 没关系现在一天会造成影响 也在于我们整个时空环境的改变 当我们过去 应该要一两个小时内调完机的 现在调机调到一天 然后我接下来做了十天半个月一个月的 大量生产时代对我影响相对少 可是当我们转变到少量多样 我频繁的在换模 换个模具 可能三五天我就下模 就换下一套模具上去 那我调机还是花那么多时间 这时候一算 可是大大都划不来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必须做一些改变 也就是说在回收料 赤料的使用上 它有个非常关键的因素叫做流动性 或者叫熔熔指数 MMI值 这个指数影响着我们在整个调机过程中 能不能顺利完成扮演非常关键的角色 因此我们在整个管控的过程中 如果可以针对赤料 去检测它适当的流动性 做好分类 而且我们在生产的过程中 都可以针对不同的流动性 对应到我这台生产机器的相关的生产参数 那有这个对照之后 下次重新再使用新的一个公单的时候 我们在引用赤料 针对它的一个流动性 我就可以调出当初我所设定的 理想的一个生产参数 让我的整个生产效率 在这个过程中调机可以有比较有效 然后生产也比较顺利 这将可以对我们的成本 以及生产过程 起到大大帮助的作用 那针对赤料管理的部分 是不是也请政治顾问 帮我们举一个实际的案例呢 OK 好 那我们这个案例呢 实际上呢 它是在做汽机车的外壳的部分 那这家企业呢 当初副总曾经跟我讲过 他们家的水口料跟不良的部分 自己会去做碾税 那接下来他会委外 花钱委外 请人家帮他做抽湿照例 那抽湿照例完之后 是一包一包的回来 其实这些都是要付加工成本出去的 可是现场的主管呢 实际上呢 都会去拿新料 那都说有拿赤料 可是实际上赤料还是很多都在那个地方 那其实赤料 刚刚我们通理专家也讲到了 赤料之后它跟一些流动性 它其实会有关系 会影响到它的品质的部分 那如果不OK 你会一直去做调剂的一个动作 那我在想的一个厂长可能是因为 他可能因为每次射出出来的品质都不OK 可能必须要调很久才能够符合那个的需求 所以以至于他可能就都是拿新料的部分 那在这一段的管理 他其实就是很重要了 那我们帮他做好这样的一个管控 因为刚刚讲的这些相关的数据 参数的部分我们都把它记载了 所以等到下次再生产的时候 他就可以依照这个数据来看 是不是这样的一个值 那整个的一个让客户有这样的一个落实去做管理之后 整个的新料 因为整个品质OK了 那整个新料的材料 整个大概降了5%的一个耗用 整个月的一个材料成本 大概新料材料成本 大概降了100万的部分 这个是客户的一个案例的部分 所以赤料里面呢 它其实会有一些 我们刚刚讲赤料的 赤料笔的一个管理 这个第一个你会在配方里面去做好设定 那在生产的过程中呢 它其实就会告诉你 要领新多少的新料 领多好的赤料 然后呢再去做生产 那在生产的过程中呢 因为我们开始要做生产了 所以当我要做设出的时候 我就可以去调出 以前因为这个产品 所以它会去调出之前的一些 相关的一些参数 调基这个流动性 这个产品的分类 因为赤料完之后你还会有分类 可以用的就拿来用 不可以用的后续呢 它就会拿去做 洗管料的一个部分 让整个成本能够往下去 降低的一个部分 字幕志部 dr. skill my слider 吗 reference 词 词